好了,我们看看在Schoolage里面 有一个叫Assessment的工具 可以给我们出一些网上评估的题目 甚至乎测验,Quiz 我们看看MC怎么做 这个已经弄了一个基本的 online的practice paper在这里 我们看看,譬如先怎样做题 Mulnerable Choice 好,这里有不同的题型 给我们加,譬如 我们想加成Mulnerable Choice 好,我们找回 传统试卷里面的MC 我想把它转化成Schoolage里面的assessment的工具 这些Cup and Paste Ctrl-C,Ctrl-V 这里插过来 看看你想不想改变 Font Size的大小 20以上应该都足够了 或者24 字体可以大小一点 如果它的答案是图片 那我们就Cup screen 这里就没办法了 如果我想的答案 可以做shuffling 洗牌 这里我就要Cup 4次 第三次 第三次 第四次 回到这里 选择ABCD 4个答案 可以选择有个图片工具 可以选择 其实可以选择 选择DragDrop 选择DragDrop 不需要那么麻烦 你连答案一起CAP Screen 那就不用那么烦 可以一次CAP 这里我就分开了五次 分开五次去做这件事 好 我们改一张照片的Size 120 好 四个答案 还有这个 120 这里答案你就要做一个correct answer 这里上面就是学生的选择 录音就是这个答案 这里可以决定用不洗牌的 我网上的MC 就一定是shuffle option ABCD 你还可以set 是否multiple responses 4-1还是4-2 4-3可以set 当然你题目中要提升的学生 就是他要选几个答案 好 另外这里如果有时候 四张照片 这张MC不是多长 占板面 你可以把它打横放 这里可以set 两个correct 两个correct 它就会打横放 省点位置 Layout 这里还可以选 如果你选standard 就没有ABCD 如果你选block 就会有ABCD的出现 我们preview一下 preview的题目 就会是这样的了 OK 这些图片都足够大 给学生认到答案 你可以 save 这样就出了 提MC的做法 这里可以set 几多分一提MC 这些次序 可以随便调上调前 都可以 每一提MC 或者填充题 选择题 可以reorder它 但是当然 quiz里面的setup 也可以将题目的次序 进行洗牌 这里可以random order 好 MC先说到这里